字幕秘書6.5 字幕秘書8.8 大家好 歡迎收看阿鼻貓 今節有點特別 有些不同 就是我今次沒有隊友跟我一起走 因為我突然心血來潮 見天氣這麼好就想出來看看日落 所以我就選了附近一個比較矮的山 想著走上去看日落 順便放下航拍片 這次就要跟大家來元朗拗頭的豪學生 他不算好出名 比較少人提起的 他勝在路程短 交通常算方便 位置上頗適合看日落 這次的行程是一公里 需時是半小時 難度是兩顆星 我剛才在身後巴掌南下車 然後準備向山徑入口進發 這個山徑入口 大家看看 是有點隱蔽的 大家留意一下 看清楚 才可以找回正確的入口 就是這裡 我們馬上出發了 這段路其實一點都不算正式的路 不是那麼多人走 橋路也有少少崎嶇 有不少雜草 不是那麼容易走的 不過呢 這裡應該是路程很短 這個豪學山 山峰的高度應該是 不足200米的 我猜我走幾個字 就可以走到山頂了 曾經有些梯級在這裡 不過都開始爛了 你看 很快就爛了 快一點 走了沒多久就看到有個鐵絲網 沿著鐵絲網的左邊 繼續走下去 好 繼續完鐵絲網走 就看到這裡有些梯級和輔助繩 其實 我想這裡也不是真的 崎嶇到要用繩的 純粹走梯級 應該都沒什麼問題 難度不算很高 如果大家有看過 我第一條行山FLOG 然後有看到最尾的 就會知道 那次我沒有走到最後的 一座小山丘 正正就是我這次 走的這個豪學山 算是 補完那次 沒有走的旅程 我看來都 差不多到的了 看看 是未到的 不過 應該都不太遠的了 好 已經去到一些 比較開闊的位置 好了 我走了8分鐘 大概走完所有梯級了 上到這個豪學山的山腰位置 在這裡已經可以看到一些 遠處的景色了 我們先看看 好 這邊呢 就是元朗市 那 這邊就是南省圍 另外這一邊呢 就是錦田了 好 那我們繼續向這個 豪學山山頂準備 原來是還有梯級的 其實現在在這一刻 在這個 天氣這麼好的邪洋 看看行山 就非常之舒服的 也都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自己一個呢 今次都 特意上來走一走山 看看風景 順便玩航拍 拍一下東西 現在來到這個應該是 我想應該是富豐啦 應該真正的豪學山的山地 在那裡 有個三角監察站 我們繼續走上去 前面還有一隻 小狗比我更早登頂 看看他 好 那修正之前 其實除了山腰之外呢 我想一直去到頂 大部分都有這些 木梯級的 相對難度就會 沒有那麼高 你看如果是 保持著現在這些路面的碎石爐 那會比較難的 現在是 臨近去到山峰這個位置 這裡的 碎石 會危險少少 好了 話這麼快 我們就已經 走到上來這個 豪學山的山頂了 我的身後就是這個 三角監察站 那我上到來 還可以看到這個 山峰 四周 基本上沒有什麼 阻擋的景色 好 好 好 O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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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了東西 那決定看一看袋 是不是齊了 那真的漏了東西 是整個航拍機都漏了 現在就 幸好不是下山下得很遠 那現在即場 那麼 摸黑 上山頂 拿回航拍機 我相信應該是 放在三角鑑測站那裡的 哈哈哈 真是傻子 咦 咦 你還好嗎 先放在這袋子 航拍機 好啦 剛才我以為我的航拍機 漏了在 三角鑑測站那裡的位置 但是當我上去找的時候 我找的都找不到 找了三四個字 沒理由不見的 但是沒辦法了 現在都入夜了 那就決定放棄了 但是又心想 咦 其實 我唯一有機會 跌一部航拍機的 就是 我剛才 落山落到那小小的時候 檢查自己的袋子 反而在檢查袋那一刻 那便整潔了那部機 那便決定 走回來剛才檢查袋那個位置 再看看 那其實不用特別看的 它正正在路中心 哈哈哈 好 即是說 如果我不檢查袋的話 那航拍機是不會掉出來的 那我自己多餘了 自己玩自己 好 那我現在就繼續 落山了 那我現在走到這個 鐵絲網位 那應該再走多 10分鐘 或者不用了 那應該就可以 然後再回去馬路邊 我想說 現在入黑 走這條樓梯路 就更加危險 你看看 現在這個 它煤爛了 如果你不小心踩下去 那向前鐘 就會滑到混蛋 所以呢 夜晚行山 就真的要準備 足夠的照明 還有要小心 我建議大家 都是不要一個人 夜晚行山的 因為實在太危險了 如果有什麼事 沒有人救到你的 那當然 我這個錯誤示範 就 呃 大家不要學了 都有風險的 唉 來到路口 我們的旅程做 即將結束 唉 搞定 好啦 那我摸一下呢 就在身後這條山景 走回來這個 青山公路 拋頭的位置 那現在呢 我就可以在身後 這個巴士站 坐車出回原來 希望大家喜歡我這個 一條有輕鬆 行山看日落的影片 那如果大家有什麼 美景地方 適合看日出日落的 那可以留言 那告訴我 如果有機會 那我會去看一下 拍一下 玩一下的 好啦 那是時候說再見啦 拜拜 字幕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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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